好 各位同學晚安 禮拜三 看一下 沒錯 晚上7點20分大概是吃晚飯的時間 不管同學吃完晚飯還是正準備吃 我先利用這個 幫助消化或是開胃的時段來把 Tuesdays was morning 先 做一個 輕鬆愉快的 一個解籤講解 用很輕鬆聊天的方式啊這樣子 然後 晚上的時候 可能會再回到 呃 Column Powell Ludership Secret 好 我們就趕快 來看一下非常精彩的 Tuesdays was morning 的下一個章節 前面是他大二的時候又修了他們老師 Mory另外兩堂課 按照電影 時空交錯穿插的手法現在回到 他到他們老師家上的 第一堂 人生的最後 死亡 邁向死亡的 生命最後的第一堂課 就是從這個這個時候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標題是講 The first Tuesday We talk about the world 第一個禮拜二的 他的生命的最後的課程 屬於這種生命課程 第一堂課 第一個禮拜二上的 課程內容是討論這個世界 我們看看內容怎麼樣 Cotton opened the door and let me in Mory was in his wheelchair by the kitchen table Wearing a loose cotton shirt and even looser black sweatpants 他到了他們老師家禮拜二 按照 約定的時間 到了他們老師家按門鈴 當然Mory已經不能夠來印門了 已經不能夠來開門了 所以開門的當然是 意大利很醜用的幫傭 不能講幫傭 應該是 像 造福員居家造福員 兼 這種 幫傭之類的 叫Cotton 他把門打開了然後呢 讓Mory進去 讓Mitch進去 Mory在 輪椅上面 然後呢 靠在 廚房裡面的餐桌 的邊邊 也就是他第一次去拜訪他們老師同樣一個位置 有個窗戶可以看到鄰居 的那個 大餐桌前面 穿著很寬鬆的 棉座的襯衫 然後呢 更寬鬆的黑色運動褲 They were loose because his legs had atrophied atrophied beyond normal clothing size You could get two hands around his thighs and have your fingers touch 為什麼穿著 寬鬆的上衣 寬鬆的運動褲呢 因為他的兩腳已經萎縮了 喔那個叫做 atrophied 萎縮的程度已經超過一般 衣服 的尺寸 比如說你 小小小小到我們講有些人身材 很瘦小要穿立音房的衣服 或是到童裝部去 他這個已經 小到 快變立音房了 沒有成人的衣服可以穿了 所以看起來特別寬鬆 是這個原因 是說他 雙腳萎縮 身體不動做輪移久了 上半身不動也會萎縮 加上年紀大了肌肉本來就會流失 所以讓他顯得 衣服穿起來特別寬鬆跟眼布袋系一樣 事實上 那個是 正常型號 小號的 只不過 雙腿萎縮的關係讓他的褲子看起來更寬鬆了 上半身很寬鬆 褲子更寬鬆是這個意思 那他的雙腿萎縮的程度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你用 兩隻手 手掌 握住他的大腿 可以握得住 就是 大腿比手背矽了 可以 兩隻手的手指 可以接觸到 這麼矽 那個萎縮的很嚴重了 Had it been able to stand He'd have been no more than five feet tall And he'd probably have fit into a sixth grader's jeans 如果他能夠站起來的話 他可能身高還不到五英尺 一百五十公分都不到 萎縮了 And he'd probably have fit into a sixth grader's jeans 他如果穿小學六年級的牛仔褲的話 可以穿得下 我不能笑啦 這個不是好笑的事情 是說有點誇張啦 那個萎縮的程度 I got you something I announced Holding up a brown paper bag I had stopped on my way From the airport At the nearby supermarket And purchased some turkey Potato salad Macaroni salad And bagels 那一進門 Mitch就 帶了一包東西 你不能兩串嬌去 至少帶點東西過去比較 我們講中國人講 我們常講 你多人不怪 這個不是你 西方人來講不是你 是說 你去叨擾人家 帶點東西過去 比較 人情事故上面比較好 所以很少你去拜訪別人是兩串嬌的 這樣子 在時候你也隨便帶點 東西過去都好 所以 Mitch沒有帶什麼貴重的東西去 他就是 隨便在 路上的店裡面看到好吃的就買一點吃的 用 呃 老美常常裝東西 他們沒有塑膠袋 他們是用紙袋 這種 棕色的 厚紙的紙袋 購物袋是紙做的 那個叫 Pepper bag 裝進去 所以買了一大堆東西 他說我幫你帶點東西來了 很大聲的講 很熱情 然後呢 取了 一大袋的 購物袋裝的東西 我帶東西給你了這樣子 那因為 Mitch是從Detroit 坐飛機 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 他在機場 停 停留了一下 到機場的路上 從機場到他們老師家降落之後 從機場到他們老師家的路上 在附近的超商買了一點東西 然後呢 在附近的超商買了什麼呢 買了一點 火雞肉 馬鈴薯沙拉 通心粉沙拉 還有一些 Bagel 這種叫貝果的東西 為什麼要買那麼多零嘴吃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他們老師很喜歡吃零嘴 帶點吃的東西過去也比較安全 為什麼 你買自己覺得 可以吃的東西帶去大家一起吃 比他們老師家裡面弄來的東西 你可能不想吃要好一點 這個是Mitch聰明的地方 他可能買了一些自己也很喜歡吃的 然後就一起吃 會比較對味 那這個 Carney準備的東西 他可能有些吃不慣 但不吃又不行就會難過 I knew there was plenty of food at the house but I wanted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I was so powerless to help Maury otherwise 那事實上 Mitch也知道他們家有很多的食物啦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是 準備了一大堆東西 他們老師叫Carney準備了一大堆東西 但是呢 他只是想 帶點東西過去 聊表一下 來叨擾老師 的一點心意 並不是說他缺食物 他知道他們家不缺食物 不缺吃的 那 帶點食物過去也就是講 我來這邊 我不能幫他 他幫老師做一些什麼額外的事情 愛莫能助 帶點吃的 聊表心意 這樣子 總比什麼都不帶兩手空空好 And I remember his fatness for eating 那他還記得他們老師很喜歡吃東西 以前在 大學的時候 食堂跟他們老師到學生餐廳去 點了一大堆 那種蛋沙拉 他一邊吃一邊笑 然後噴的到處都是 口沫很悲 他知道他們老師很 嘴很慘 他買一堆吃的東西 各種不同的 Oh so much food he said Well Now you have to eat it with me 那 Mory看到一大袋的食物就很高興 哇你買那麼多吃的 很高興 He said 幾乎是用唱的 表示心情很高興 那 他就講說好吧 你既然帶了那麼多吃的 那我們兩個就一起來吃吧 你不能看我吃 我們要一起吃 那就Mitch來講 他自己買的東西 他當然敢吃 吃起來比較對味 他不老是 如果叫Carny弄一堆 比較義大利式的那種 地中海式的 或是中東地區的東西 一些看起來都不會唸的 他可能吃起來怪怪的 We sat at the kitchen table Surrounded by wicker chairs This time Without the need to make up 16 years of information We slid quickly into the familiar waters of our old cottage dialogue Bory asking questions Listening to my replies Stopping like a chef to sprinkle in something I've forgotten or hadn't realized 那他們兩個人呢 就坐在 廚房的 大餐桌上 然後呢周圍 餐桌的大餐桌邊邊有一些 藤邊的椅子 藤椅 所以想必 Mitch應該是坐在其中的一張藤椅上面 這一次呢 大家就不必再寒暄 去 敘舊 講這16年來 大家過得怎麼樣 因為第一次已經做過了 第一次來看他們老師已經做過了 所以這次就可以 審過敘舊這一段 直接切入大家熟悉的主題 那個叫做familiar waters 熟悉的水域 進入到雙方都熟悉的領域裡面去了 在 他們兩個 一個當老師一個當學生大學的時候 兩個人時常討論的對話 直接 進到他們兩個都熟悉的領域 Mory就問問題 身為老師問問題 掏出問題 然後呢 仔細的聽 靜靜的聽 Mory怎麼回答 老師拋出的問題 他們以前在大學 聊天也好 上課也好 就是這樣進行的 然後呢 不時的停下來 就像 如果 那些回答的過程當中缺了一些什麼東西 他就會停下來 就像一個廚師 撒一點 胡椒 各式的胡椒調味料 鹽 等等 幫他調味 補充 的意思 然後呢為什麼用 Springling 就是 稍微 添加 不是 缺很多東西 Match講了 缺這一點缺那一點缺一點點 或是不到位 漏了一點點 他就用撒胡椒的方式補一點進去 意思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是Match在回答 Mory只是在旁邊當聽眾 然後呢 適時的 補充一點點 他個人的看法 那個叫Springling 撒一點進去 如果Match 忘掉一些東西講不出來 他就在旁邊補一下 有時候卡住 或者不理解什麼事情 他補充 如果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都沒發生 就讓Match一直講 唱說預言 He asked about the newspaper strike And true to form He couldn't understand Why both sides Didn't simp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olve their problems I told him Not everyone was as smart as he was 他有問到 Mory有問到Mitch 有關 他服務的那間報社 通訊社 罷工的事情 而且呢 一如往昔 True to form就是 跟以往沒什麼不一樣 可以預測出他一定會做這樣的一個講法 叫True to form 跟以往 沒有什麼 兩樣 一如往昔的 他 表達出他不能夠了解為什麼雙方勞資雙方 不能夠 很 單純的就是 坐下來談溝通 互相把問題 了解溝通完了之後就可以解決雙方的問題 為什麼要用罷工的方式 這種破壞性很強的方式 這樣子 那 只能告訴他們老師 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樣聰明 可以坐下來談一談就把問題解決了 因為 工會罷工的這種問題很複雜 不是說雙方坐下來談就可以談出來的 如果雙方能夠坐下來談就談出來的話 就不會罷工了 一定是 雙方有很多 認知上的差異 旗艦非常大 只好用 呃 這種破壞性的創造 用罷工的方式 來 讓 資方 沒有辦法承受罷工的這種損失 來 權衡得失之下 接受 勞方的這種訴求 損失可能還比較 小一點類似這樣子 避免 避免 那上廁所的過程對Mori來講是一個 很艱困的任務 為什麼 他不能夠治理 所以上廁所 排尿 需要Kani在旁邊協助 讓他輪椅推到廁所 從輪椅上 把他搬起來 然後還要 支撐住他 讓他尿到一個燒杯 或是 一個器皿 裡面那個叫Beaker 或是涼杯裡面 所以這整個過程非常的耗時 Kani這個招服員就會 推著輪椅 把他推到廁所 然後把他舉起來 從輪椅上抬起來 支撐他站住 然後讓他能夠 把尿排到一個 Beaker 燒杯裡面 每一次上完廁所回來 Mori看起來都好像 哦 非常累 非常累 很好體力 這樣子 大飛周章 那 Mori就跟Image講 你還記不記得 我在受 這個 Nightline 夜線 這個 呃 屬於談話性節目 老牌的 談話性節目 裡面的這個 主持人叫 Ted Kappel 你還記不記得我被他專訪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很快 我就需要有人幫我上完廁所擦屁股 他就跟Mitch講 I laughed You don't forget a moment like that Well I think that day is coming That one bothers me Mitch只好苦笑笑一笑 化解一下尷尬的氣氛 那這個當然 不會忘記這種對話了 這種對話是 如果你看到的話是 很有娛樂性 而且很有 會讓人印象深刻 所以Mitch講說怎麼可能忘記 這樣的一個片段 如果你看這個專訪的話是不會忘記的 那 Mori就講說 我想 那一天快要來了 就是說他可能已經快要不能夠自己 上完廁所 自己擦屁股已經不行了 他說 這樣的一個 這一天快要來了 讓我覺得 很困擾 我會 我會對這樣的一個 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情 感到 有點心煩 為什麼 Mitch就問Mori 為什麼會心煩呢 為什麼會心煩呢 為什麼會心煩這種事情呢 因為 因為 這是 這是 最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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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当然会心烦,我对这种事情很烦,因为这个代表着你的最后的依赖性达到最后的阶段的一个讯号。 当你已经不能够自己上完厕所帮自己擦屁股,表示说你要百分之百依赖别人了,只要没有人可以依赖,你可能就活不下去,他现在还能够自己上完厕所大号擦屁股,表示他的依赖性只有99%,他还有1%自己依赖自己的可能。 这样子,如果当最后的讯号,他要百分之百依赖别人,就是他已经不能够上完大号自己擦屁股,那就是百分之百依赖,就得完全没有自己,靠自己的能力了,是零了,百分之百要靠别人,所以他为了百分之一自己的自主性,只有百分之一的自主性,他都觉得很担忧。 他讲说,有人要帮你擦屁股了,那个就是最后的讯号,你要百分之百依赖别人,你连百分之一的自主性都没有了,的那种感觉。 他说,但是我在努力的调试我自己的心态啦,不能改变现况,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好过一点,接受它,所以我正在努力的接受这一天的来临,我在自己调试,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I'm trying to enjoy the process,说我在试着看看能不能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Mr.就讲, enjoy it,你要享受这样的过程,此话怎讲? Yes, after all, I get to be a baby, one more time, that's a unique way of looking at it。 他说没有错啊,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毕竟到了最后,我会再次回到婴儿期,变成一个婴儿,回到刚刚出生的样貌,什么都要靠别人,又回去了,所以我最后要再当一次婴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话,能够再当一次婴儿,凡事都要别人来照顾,自己没有自己能力,何尝不是一件,可以让人享受的一个过程,他自己安慰自己。 That's a unique way of looking at it,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独一无二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当成,又要回到婴儿时代, 的这个过程,又要变成婴儿的这个过程,这样看,心里会好过一点,我正在尝试转念,这样子。 Well, I have to look at life uniquely now. Let's face it, I can't go shopping, I can't take care of the bank accounts, I can't take out the garbage, but I can sit here with my dwindling days, and look at what I think is important in life. I have both the time and the reason to do that. 他说,哎呀,我也只能用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态度跟角度,来看待我的生命, 我也只能这样,我没有别的方法,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面对他了, 我只能调整心境,用一种比较独特,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 来看待我现在的状况。 Let's face it, 他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了,这个东西是现实面的东西,我要面对它, 为什么?你不面对也不行, I can't go shopping, 我不能再去购物了,我不能够再处理我自己的财务, 不能到银行,也没办法提款,也没办法付钱, 财务状况都要靠别人了,等于说原来是财务独立, 现在变成财务,要别人帮你看,买东西也不能买。 我垃圾要送出去盗,我都没办法, 当然美国没有垃圾车啦,虽然各州立法不一样, 但我印象中,美国会有个垃圾回收的一个植母车, 然后你就把垃圾,盗到植母车里面去, 然后会有大型的垃圾车,把那个植母车, 用一个机器勾起来,倒到它的后面的,装垃圾的,后面的容器里面倒进去, 是这样子,我们这种会沿接大家提了垃圾出去的, 我想应该是学日本的,我不知道, 但感觉比较落后一点, 挤的都是人,而且你错过垃圾车了, 可能你要等下一次了,这样子, 那还好,中南部有很多的建案, 甚至是老公寓,他们也可以缴管理费, 请别人来处理,也弄一个植母车, 请别人,私人的或是公家的清洁队来收, 这个要缴管理费,用私人的清洁公司就可以啊, 也可以,多缴一点管理费而已, 这个也不错, 那我是比较, 不喜欢,定时提了垃圾带出去, 去丢,等垃圾车丢的,我觉得这个太落伍啊, 哈哈哈哈, 而且会制造交通的混乱, But I can sit here with my dwindling days and look at what I think is important in life, 他是说,但我这些都失去了, 我失去了一切行为自主的能力了, 但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过着我, 这些哦,来日不多的这个时光, 日子不多了, 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等死的意思, 然后呢, 去思考,去想, 去观察, 我认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有的是时间, 他时间虽然不多, 但是每天可用的时间, 因为不用倒垃圾了, 也没办法去银行了, 也没办法管他的账簿了, 也没办法买东西了, 这些需要花, 每天需要花的日常的, 要做的事情的时间都省下来了, 他的来日不多, 但他每一天可以用的时间变多了, 哈哈哈哈, 是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好枕以挟的每一天, 去想一想, 我生命当中到底哪一些事情是重要的, 好这样子, 他讲说, I have both the time and the reason to do that, 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调试自己面对死亡, 然后呢, 用不同的角度面对自己的目前的状况, 然后去重新检视思考, 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些事情, 他说我有理由这样做, 因为他来日不多, 他剩下的时间可以好好反省, 而且他时间不能浪费, 他就必须把这些时间善用, 不能因为他很多事情不能做了, 就坐在那边, 看天花板等死不行, So I said, in a reflexively, synical response, I guess the key to finding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stop taking out the garbage, 那Mitch就当记者当酒楼, 那个反射性的这种回应, 是很快, 这个职业病, 所以他不讲思索的就讲, 用一种反射性的, 分尸技术的一种, 有点反讽的语气, 回应他们老师, 讲说, 那可能, 我猜哦, 找到生命意义的那个关键哦, 就是你不能够再去倒垃圾了, 一旦你不能够再去倒垃圾, 表示你的生命当中的, 起了一个很重大的歧视在里面了, 表示你生命的意义, 有了很重大关键性的变化, 是这样子吗, 他笑了, 然后我相信, 那当然, Mitch这种, 呃, 制作聪明, 记者, 有记者职业病的这种反问, 的做法脱口而出, 他自己都觉得, 我怎么会讲这种话, 在讽刺老师, 但还好Morris笑了, 觉得说, 哎, 讲得很好, 这样子, 把那个尴尬化解掉了, 他们老师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 所以Mitch也觉得, 好险, 好险我讲错话了, 老师没生气, 老师都快挂了, 你还去, 还去修理老师, 好这样子, 难道生命的意义, 就是不能倒垃圾, 代表生命的意义起了变化, 重大变化是这样子吗, As Connie took the plates away, I noticed a stack of newspapers, that had obviously been read, before I got there, 那Conny这个意大利的帮佣, 很仇用的帮佣, 来收餐桌了, 餐桌上面, Mitch带过去的, 好吃的, 好料的吃完了, 就把盘子收一收收走, 等到餐桌清空了之后, 他注意到有一叠报纸, 有被读过的报纸, 被翻过的报纸, 不是刚买回来的, 是已经翻过的报纸, 堆了一叠, 在Mitch来之前, 就已经放在那个地方了, 他原来没注意到, 餐桌上面都是食物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餐桌上的食物, 这些盘子, 拿走了之后才发现, 哎呦, 老师还看报纸, 还看了不少, 呵呵呵呵一点, 好,看一下, 看一下, 好, 现在有LINE, 我先回一下, 先按一下暂点, 好, 继续, You bother keeping up with the news, I ask, Yes, Mory said, Do you think that's strange? Do you think because I'm dying, I shouldn't care what happens in this world? 那Mitch就问他们老师, 你还看报纸, 不看报纸会不会, 你还麻烦去买报纸来看, 怎么会, 到了这个时间了, 你还有心思去注意国家大事, 跟世界大事, 注意新闻, 怎么会这样, 因为Mitch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好, 希望没有影响到, 你还, 呃, 你还烦恼看报纸啊, 你不看报纸好像, 有这个习惯不看不行, 因为Mitch是念新闻的, 他有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那Mory讲说, 没错啊, 我还是要每天看看报纸, 看版多报纸, 他说你觉得这样很奇怪吗, 你认为因为我快要死掉了, 我就不应该关心,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吗, 他这样反问Mory, 呃, Mory反问Mitch, maybe, Mitch也觉得很奇怪说, 对啊, 我觉得有点, 确实有点奇怪了, 因为你自己身边的问题很多已经烦恼不完了, 怎么还会先自己的问题不是那么关心, 自己本身的问题不是那么关心, 而是关心自己本身以外的其他问题, 这样子, 所以他讲可能有点怪, 我觉得是有点怪, 所以好奇问问看, He sighed, maybe you're right, maybe I shouldn't care, after all, I won't be around to see how it all turns out, 他叹了一口气, Mory叹了一口气讲说, 也许你是对的啦, 也许你讲对了, 也许我不应该去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世界大事, 关心时事, 我不应该这样做, 但毕竟最后, 总而言之呢, 我应该没有办法活着, 看到整个国际局势, 或是国内大事最后的发展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应该等不到了, 我关心也没用, 因为我看不到结果, 关心干嘛, 他说也许你讲对了, 这样子, But it's hard to explain, Mitch, Now that I'm suffering, I feel closer to people who suffer than I ever did before, The other night on TV, I saw people in Bosnia running across the street, Getting fired about, Killed innocent victims, And I just started to cry, I feel their anguish as if it were my own, I don't know any of these people, But how can I put this, I'm almost drawn to them, 他说但是这个很难解释啊, 我很难三爷两宇讲得清楚, 很难一语道敬, 他跟Mitch讲, 他说我现在都已经, 每天生活在病痛当中, 受病痛所苦,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能够更能够贴近那些, 以前遭受到比我还痛得痛的这些人, 我才能够设身处地的, 去感觉到这些人的痛苦, 原来是这么痛, 好,这样子, 他说有一天晚上, 我在看电视, 我看到波斯尼亚的人, 在街上, 在跑, 可能在逃避战火, 逃避敌人等等, 在跑过马路的过程当中, 中弹了, 有人对这些人开枪, 然后呢就马路跑了一半就死在路上, 被子弹打死, 这些人都是平民不是军人, 他讲的是哪一段呢, 是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 叫巴斯尼亚战争, 双方都死了好几万人, 好,这样子, 那这个是大家清楚的巴尔干半岛的, 这个战争, 那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清楚, 因为1991年以后,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大幅的裁军, 因为最主要的敌人已经没有了, 所以在波斯尼亚战争的时候, 美军只能参与, 违和部队做违和的任务, 不能够介入, 不能以军事武力介入, 只能做一些人道援助的任务, 这样子,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这个时间刚好就是1995年前, Mori在1992年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无辜的波斯尼亚的老百姓被战火, 杀害, 流离失所, 他没有感觉, 等到他自己得了剑洞症, 到了末期, 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感觉到痛苦, 他看报纸, 看电视再去体验当初人的痛苦, 他才知道原来这个痛苦这么真实, 他开始去关心这些人, 开始去同情这些人, 开始设身处理去讲, 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些人这么痛苦, 等我现在这么痛苦, 我才想到这些人, 原来之前比我还痛苦, 这样子, 所以, Mori讲, 我是不应该关心时事, 但是有太多人, 处境, 可能比我还艰困, 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生活在痛苦当中, 我们不能够体验到, 体会到, 我现在自己很痛苦, 我才体会到他们, 我要关心他们, 他讲, 我看到这一幕, 电视, 传送出来的画面, 这一幕, 波斯尼亚无辜的百姓, 过个马路, 就被射杀, 我感觉到, 突然, 他说我看完那一幕之后, 我就开始哭了, 我几乎可以感觉到, 这些无辜被杀害的平民, 波斯尼亚的平民, 所遭受到的痛苦, 就是我现在自己的痛苦, 我可以感同身受, 他们的痛苦好像就是我的痛苦, I don't know any of these people,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 但, how can I put this,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才好, I'm almost drunk to them, 我几乎是完全, 就如同, 我跟他们是, 在同一个地点, 我遭受他们同样的痛苦一样, 我被拉了过去, 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 那种感觉, I am almost drunk to them, 我几乎跟他们, 已经是, 同样的, 处境的那种感觉, 我好像就在现场, 我好像就在遭受这样的一个战火威胁, 一模一样, 他是这样讲的, 他的眼睛开始, 有点潮湿了, 好像快要流眼泪, 快要哭了, 那Match一看不得了, 老师快要哭了, 赶快换话题, 他想换个话题, 让老师情绪转换一下, 但是呢, 他们老师, 好像很想好好发现一下, 就可能用餐巾纸擦一擦脸, 眼泪擦一擦, 然后呢, 用手比了一笔灰一灰, 说你不要管我, 我待会如果哭了, 你先讲到没看到就好, I cry all the time now, he said, never mind, 他说我常常哭啦, 自从我生了重病之后, 我现在常常在哭, 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就感觉很难过, 是为别人难过, 不是为自己难过, 他说, 但你不要介意, Amazing, I thought, I work in the news business, I cover stories where people die, I interview grieving family members, I even attended the funerals, I never cry, Mori for the suffering of people half a world away, was sweeping, Is this what comes at the end, At the end, I wonder, maybe death is a great equalizer, the one big thing, that can finally make strangers shed a tear for one another, 那在这种情况下, Mach突然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讶异, 心里面这样想, 心里感觉到非常讶异, 他自己是新闻人, 新闻从业人员, 他采访新闻, 时常采访到有人死掉的这种新闻, 他也跑类似社会新闻, 他去采访那些很悲伤的死者家属, 他也采访, 好, 好, 继续, 刚好在打其中成绩, 所以这个班长, 打分数的班长有一些问题, 有时候会这个时间点刚好, 来问分数怎么打, 那当然不会影响到我们了, 我这边有暂停键, 应该不会影响到, 除非我按错键, 之前有几次按错, 好, 他去采访, 跑社会新闻的时候, 去采访死者家属, 甚至呢去参加死者家属的, 家里面举办的告别室, 他都出席, 但他铁石心肠, 他是记者, 他是职业病, 他从来没哭过, 而且完全不受影响, 好像跟自己完全无关, 哈哈, Mori呢, 现在眼前她的老师, 她却为了, 半个地球以外的人, 所遭受到的苦难, 而哭泣, 这让她太不能理解, 她太惊讶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到底是他们老师不正常, 还是她不正常, 她开始觉得有点疑惑了, 哈哈, 他心里面在想, 会不会是回光返照, 会不会老师这种现象, 非常的容易, 流露真情, 真情流露, 是不是死亡走到最后的, 一种回光返照呢, 是不是呢, 所以发生在, 回光返照的人身上很正常, 发生在没有回光返照的人身上, 就不正常, 是这样吗, 她在合理化去解释这样一个现象, Maybe death is a great equalizer, the one big thing, that can finally make strangers shed a tear for one another, 她说说不定死亡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平衡器, 什么叫平衡器呢, 就是说, 让大家全部站在一个, 平等的地位上面, 没有地位, 尊卑, 贵贱, 高低的这种差别, 人到了死之前, 全部长一个样子, 他讲的其实没错, 不管你多有钱, 还是你多穷, 死之后就是同样一个样子, 不会有人看说这个人比较有钱, 那个人比较没有钱, 都一样, 很公平, 他说也许死亡就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平衡器, 那可以最后让, 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为彼此, 留下眼泪, 会留下那种, 一举同情之类, 大家不认识, 但会为彼此所遭受到的苦难, 而留下眼泪, 这样子, Mori hunt loudly into the t-shirt, Tissue, This is okay with you, isn't it? Man crying? Sure, I said, Too quickly, 我们讲到四十八夜就好, 看一下时间, 四六分钟不再讲, 再讲快一个小时了, Mori就拿着, 因为哭了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就拿着卫生纸, 在那边醒鼻涕, 很大声地醒鼻涕, 一边醒一边讲, 说, 我这样, 你受得了吧, 还好吧, 男人在哭, 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你看到这种情景, 你还受得了吧, 那对记者来讲, 什么奇怪事情都见过, 他不可能受不了, 他受的是记者的训练, 铁石心肠的专业训练, Sure, I said, Too quickly, 他们老师还没讲完, 他就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没有问题, 这样子, 他讲Too quickly, 是说, 他老师还没问完, 他就回答了, 他也显现出, 他铁石心肠的真面目了, 这样子, 他应该先缓和一下, 考虑一下, 再讲说没有问题, 这样子, 他也机械式的快速回答, 好, 我们就讲到, 看一下, 讲到四十八页就好, 大约朗读一下, 今天就大功告成, 好, 讲了两三页也不错, The first Tuesday, we talk about the world. Connie opened the door and let me in. Maury was in his wheelchair by the kitchen table wearing a loose cotton shirt and even loose black sweatpants. They were loose because his legs were loose because his legs had atrophied beyond normal clothing size. You could get two hands around his sides and have your fingers touch. Had it been able to stand? He'd have been no more than five feet tall and he'd probably have fit into a sixth graders jeans. I got you something I got you something I announced holding up a brown paper bag. I had stopped on my way from the airport at the nearby supermarket and purchased some turkey potato salad, macaroni salad and bagels. I knew there was plenty of food at the house, but I wanted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I was so powerless to help Maury otherwise, and I remember his fondness for eating. Oh, so much food, he said. Well, now you have to eat it with me. We sat at the kitchen table, surrounded by wicker chairs, this time without the need to make up 16 years of information. We slipped quickly into the familiar waters of our old cottage dialogue. Maury asking questions, listening to my replies, stopping like a chef to sprinkle in something I'd forgotten or hadn't realized. He asked about the newspaper strike, and true to form, he couldn't understand why both sides didn't simp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olve their problems. I told him, I told him, not everyone was as smart as he was. Occasionally, he had to stop to use the bathroom, a process that took some time. Connie would wheel them to the toilet, then lift him from the chair and support him as he urinated into the beaker. Each time he came back, he looked tired. Do you remember when I told that couple that pretty soon someone was gonna have to wipe my ass? He said, I laughed. You don't forget a moment like that. Well, I think that day is coming, that one bothers me. Why? Because it's the ultimate sign of dependency. Someone wiping your button. But I'm working on it. I'm trying to enjoy the process. Enjoy it? Yes. After all, I get to be a baby one more time. That's a unique way of looking at it. Well, I have to look at life uniquely now. Let's face it. I can't go shopping. I can't take care of the bank accounts. I can't pick out the garbage, but I can sit here with my dwindling days and look at what I think is important in life. I have both the time and the reason to do that, so I said, in a reflexively cynical response, I guess the key to finding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stop taking out the garbage. He laughed, and I was relieved that he did. As Connie took the plates away, I noticed a stack of newspapers that had obviously been read before I got there. You bother keeping up with the news, I asked. Yes, Morrie said. Do you think that's strange? Do you think because I'm dying, I shouldn't care what happens in this world? Maybe, he sighed. Maybe you're right. Maybe I shouldn't care. After all, I won't be around to see how it all turns out. But it's hard to explain, Mitch. Now that I'm suffering, I feel closer to people who suffer than I ever did before. The other night, on TV, I saw people in Bosnia running across the street, getting fired upon, killed, innocent victims, and I just started to cry. I feel their anguish as if it were my own. I don't know any of these people, but how can I put this? I'm almost drunk to them. His eyes got moist, and I tried to change the subject, but he dabbed his face and weighed me off. I cry all the time now, he said. Never mind. Amazing, I thought. I worked in the news business. I covered stories where people died. I interviewed grieving family members. I even attended the funerals. I never cried. Maury thought the suffering of people half a world away, was weeping. Is this what comes at the end? I wonder. Maybe death is the great equalizer. The one big thing that can finally make strangers shed a tear for one another. Maury honked loudly into the tissue. This is okay with you, isn't it? Maury honked, sure I said too quickly. 整个朗读完毕,花了53分钟,不错. 中间虽然有点小插曲,但是应该不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小单元讲解的连贯性. 好,感谢同学,现在时间8点多一点,我们9点多或10点回到正规单元,Colomb Powell的Leadership Secrets,再来讨论一下有关于居士人才培养这个部分,蛮有趣的,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稍晚再见,感谢同学,晚安。